法师 法师 您好 外面大门口进来 左手边有一张照片 就是一个鲤鱼池塘 有一些橙橙黄的导演的照片 如果我不去看 我们看不到它是一个鲤鱼池塘 因为前面有一条鲤鱼在正面 如果你那次摄影是拍不到那条鱼 整张照片可能没有了那个效果 你会再回去再摄影一次 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那张照片只不过是 我想摄影的时候 那条鱼池塘在那条鱼池塘在那条鱼池塘 我没有说过来这边 左一点点 尾巴要弯一点才漂亮 完全没有能控制 我并不是预设 我一定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 然后再等 等 你等也不会出现 那张照片是因为我 其实在那个情况我拍了几张 就是 就是 当时我拍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些金光闪闪的倒影 那是因为黄昏 黄昏的时候 色温低一点 又是明就明 一早一晚的色温是低一点 这些灯光色温低一点 所以是黄的 但是日光是色温高的 就是我们用日光来做一个中间点 就是以前的菲林叫日光菲林 其实就是match日光的中间点 高过那个中间点就会偏蓝 低过那个中间点就偏黄 就是这个简单的理论 那什么时候会高过那个中间点呢 就是天阴 天阴的时候会灰灰蓝蓝 那样的 而如果你把那个中间点定在灯光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试过 就是说在室内拍 但是你拍的那个窗 那张窗是蓝色的 那个就是因为那张窗的光 是高过你现场的光 所以它不是高 所以当时我是因为黄昏 在水面有反光 那我觉得那个反光很漂亮 好像那些金钱那样 所以我就不是去拍那些反光 我拍的时候 然后有一条感理 是来到这个位置 我就拍了下去 那我也开心的 就是多谢你 但是它其实是经过的 完全没有停留 就是没有说拍啊 所以在拍之前 我没有构思这个构图 所以一定不会说 我回去再拍 但是你们可能会 再拍一下它 当你看到一个感理池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这张照片 你可能会先不等下 先忍一下它 先拿些鱼蜜蜜蜜 跟着一堆来 那又不是那样东西 所以有很多东西 就是不用想得太复杂 我有说过的 就是摄影唯一需要的技术 没有其他最需要的技术 最需要的技术 就是在适当的时候 按摄一下 那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候呢 就是你自己才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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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